宽厚仁爱 锐意革新的宋仁宗为何曾备受嫌弃 他独特的成长经历对其执政产生了哪些影响 敬请关注宋朝那些人和事儿第二部第三集 仁宗的工业 为人君 止于人 地诚无溃焉 这是宋史对大宋盲朝第四位君主宋仁宗的评价 这是一个崇高的赞誉 宋仁宗赵真也确实能够担当得起这份称宋 他在妹时期 中国最早的纸币焦紫正式发行 宽松创新的经济政策繁荣了家国天下 造福了市井百姓 此时的文坛群星闪耀 有抒发着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有吟唱着人生自是有情诗 此恨不关风雨月的欧阳修 以及感叹着昨夜西风刁壁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艳书 此外还有王安石 刘勇 黄亭坚 苏氏等文豪巨匠 此时的一众文人撑起了大宋文坛的半壁江山 宋仁宗的工业不仅写在史书上 还铭记在当时百姓的心中 据说在他促然离世后 百姓纷纷哀痛不已 并且自发地焚烧纸前寄托哀思 然而宋仁宗的这番工业背后 也有着鲜为人知的非议与隐情 尤其是当时朝臣对他的批评 是他为自己加一个尊号的想法都未能实现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的这番工业背后 暗藏了其成长过程中的哪些坎坷与不易呢 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宋朝那些人和事 第二部第三集 仁宗的工业 今天我们讲仁宗的工业 宋仁宗是个很奇葩的存在 在他活着的时候呢 大家都嫌弃不已 北般的批评 但是等到他去世以后 他统治期间也被称为盛世 称为庆历家幼之治 和文景之治治喜盛世齐名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先看他活着的时候的情况 我们通常说宋朝极贫极弱 恰恰就是指仁宗在世的时候 我们首先来看极贫 当仁宗去世以后 宋英宗继位 检查库房一看 一千七百五十余万两白银 但是是负的 宋英宗一下就晕倒了 自己成了富翁 这个是极贫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极弱 在仁宗时期 北宋著名的几次败仗 豪水川之战 三川口之战 定川债之战 三战三败 最后不得已和西夏签订了 赔款的合约 宋大世纪讲义上面说 说元昊所以敢与平邻者 人介已为保元康定 宋人宗的连昊 极弱之故 就是宋人宗时候是很极弱的 这个是当时的情况 宋人宗自己 想不想做一个好皇帝 做一个一代民君呢 实际上他是非常想的 我们看在他活着的时候 给他加尊号的时候 他就非常想加四个字 叫大人治治 就是一开始 别人给他加这个尊号 没有大人治治四个字 他就暗示复辟 要给自己加上这四个字 这个大成一听就不干了 这个刘长说 这是大人不治啊 哪里是大人治治呢 是吧 说人还可以说治治圣治 是一个治事就达不到 后来复辟就说 这个是经上的意思 这个刘长说 那就更不能加了 难道自己没有这种自觉意识吗 后来复辟把这个给 仁宗皇帝汇报 仁宗皇帝说 哎呀那也没办法 不加就不加吧 但是他心中 还是有这个理想和心愿的 后来仁宗去世以后 有着这个庆历三大败 又呢是极贫极弱的 仁宗王朝 为什么忽然就成了盛世 或者说有了这个庆历 家幼之治的这样一个美名呢 后来我仔细研究 发现有一个人物非常重要 他几次提出这个庆历 家幼之治 这个人呢叫陈诗熙 这个陈诗熙呢 他是个保守派 我们可以说他是个才子 他是二十岁考上进士 确实是个神童 后来呢他遇上了苏东坡 当苏东坡的这个下属 苏东坡呢就很照顾他 所以后来在苏东坡这个 因为反对变法被抓走的时候 别人都不敢送这个苏东坡 他呢就去送 所以他也是一个做事啊 很有特点的一个人 后来他就不断地上书 要求有这样一个庆历 家幼之治 但是实际上他是神宗 西宁九宁的近士 人宗时代啊 很多事情他也是这个道听途说 但是他不断地呼吁 然后再加上这个苏哲也好 这个苏东坡也好 他们不断地去呼吁 最后就炮制出了一个 庆历家幼之治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苏哲的态度 据这个宋史记载啊 苏哲在人宗活着的时候啊 说他是 无事则不忧 没有事情的时候 他就嘻嘻哈哈 有事则大惧 边疆一有了事情 他就内心非常害怕 而且说他是好色于泪 就是在泪庭当中非常好色 这个是人宗活着的时候 这个苏哲的评价 但是当人宗去世以后呢 苏哲把所有的美名 都夹在人宗身上啊 说他宽厚 是吧 结谨 爱名 仁义 把这些优点都夹在身上啊 这个塑造一个非常仁义的形象 我们看古今元流志论当中 这个时候吹喷 人宗说是 朕立旧坟 改弦欲辙 天下灵灵庆立家幼之志 真是提出 庆立家幼之志 到了元福三年的时候 陈诗席就又把这个人宗的盛事 吹得更高了一层 庆立家幼之志 为本朝圣 圣之实 那这句话还勉强过得去 是吧 然后远过汉唐 比汉唐圣事都要厉害了 这个吹喷就有点让人冒汗了 然后极有三代之风 能够赶得上三代之风的 那就是中国历史上最理想的时代 陈诗席的这个吹喷是很出格的 那么我们大家想一想 苏哲他为什么前后口径不一呢 苏氏的这个下属陈诗席 又为什么要这么吹喷人宗呢 其实这个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 宋英宗继位的时候 一下成了一个富翁 所以非常焦虑 也很快就死了 执政四年就死了 然后宋神宗继位 宋神宗继位也是面临着国库空虚 边疆险情不断 西夏不断地搞事 辽国虎视眈眈 所以要搞改革 那这个时候搞改革的话 保守派反对派就要找出一个理由 这找出什么理由呢 那就要找出一个先皇 找出先皇谁呢 那就找出宋仁宗 这个时候就要把它塑造成为一代的民主 说你学习祖宗仁宗的不就行了 你自己搞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改革呢 那把国家搞坏了 所以他这个时候 搬出宋仁宗这个祖宗出来 就是为了对抗王安石 对抗宋神宗的改革 就是说你看看前朝多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古人说这个死者为大 人死了以后 这个就不要说他坏话了 就是说他的好处 是吧 说他的优点就行了 所以仁宗的形象 一下变得高大上起来了 为什么宋仁宗时候 就会出现这么大的亏空呢 第一是佣兵 宋仁宗时期虽然在边界上是 连战连败 三大败仗 但是他的部队很多 北万大军 他开支占这个财政预算的百分之七十 但是这么多兵又不能打 第二个呢是云关 我们知道这个唐朝的时候 那个时候科举考试 每届录取竞士三十个人 到了宋朝 一下变成三四百人 这个人员扩张了十倍 这个人才固然是多了 但是呢你要养他们 而且宋朝他实行的是 高薪养年的政策 这个大家都拿着很高的工资 但是没事干 因为一个人的活 相当于三个人干 还有呢这个仁宗啊 随意赏赐啊等等各方面的开支 至平爱年的时候 也就是宋印宗刚刚继位的时候 宋朝财政亏空已达 一千七百五十余万两白银 这个亏空那是很巨大的触目惊心的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既然宋印宗打仗又打不赢三大败仗 是吧而且宋印宗的时候 这个国内也是不太平 这个社会这么乱是吧 又打败仗啊 这个财政上又没钱 那为什么说宋印宗是一代明君呢 何为明君 处于不同历史时期 秉持不同立场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宋印宗到底是不是明君 回首他的执政时期 此时的确可以称得上 大宋文明史中一座引人瞩目的高峰 政治开明 经济繁盛 百姓富足 社会充满活力 然而宋印宗的成长史 却写满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 他历经图治 唯正已得 却也曾因偏爱宠妃 而险些败坏朝纲 他有着始终如一的宽厚仁爱之心 可又有人将这个优点 斥之为一种对其懦弱本质的掩饰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认识宋印宗其人 宋朝时 人们评价明君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 宋人的评价标准 他已经和唐代不一样了 唐代的英主 他是开疆拓土 是吧 把这个边疆拓展了几千里 马上打天下 这个才叫英雄 这是宋代 我们大家一提到宋代 宋明礼学 宋代文化内转 那所谓的内转就是修生养性 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宋仁宗 他能够成为明君 不是说他的工业 而是说他的修养 而是说他的人意 所以他妙号叫仁宗 宋仁宗的一些特点 这个大家通过看这个清平乐啊等等 这些电视剧都看到了宋仁宗 他的形象是吧 我们看看 节俭 仁义 宽厚 节制 甚至还有点傻傻的 是吧 这样一个形象 就是一个非常 这个老好人 好好先生 好皇帝的形象 所以被称为明君 这个是因为评判标准不一样的 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这个宋仁宗 他为什么会称为明君 在他称为这个明君的路上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起一个重要作用 这是一点 第二个就是宋仁宗这个性格 宋仁宗这个性格 他实际上是有点落弱 有点忧郁不决 不是那种群才大猎的人 甚至有点脆弱 有点敏感 他这个性格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让我想起一个 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些传说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这个 离猫换太子 是宋仁宗的经历 宋仁宗他本来是李妃的儿子 我们看宋史记载说 宋太后是 仁宗不自知为妃 知李臣妃所出也 就是仁宗一直到 刘太后去世 她都不知道她的妈妈是李妃 不是刘后 这个仁宗也够糊涂的 是吧 活了几十岁 而且这个李臣妃 她也就是在皇宫之中 宋仁宗活了几十年 都有一个母亲 一直用眼神在盯着她 那一个眼神是绝对和任何别人的 和刘后的眼神是不一样的 她居然没有感觉 而在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是刘太后 后来就是大家把这个刘太后 说得非常坏 说用一个狸猫 把这个李妃的儿子给换过来了 但是在那个时代 这是一个常规的操作 因为这个李妃是 刘太后的一个公侣 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的 刘太后恰恰又生不出小孩 那一生完了 太后就说 那你怎么能养好小孩呢 你自己都没什么文化 没什么水平的 抱过来吧 我来养 以后就是我的小孩了 你看看 以后就是我的小孩了 能让你的儿子当皇帝 你这是多大的福气啊 李妃终生都不敢说这个事 而且由于刘后的威望 谁都不敢提这件事 一直瞒到刘太后去世 这个是在历史上 在民间有非常大影响的一件事 我们要分析 人宗的性格 人宗一切的施政的所作所为 我觉得刘太后对待人宗 首先一个方面 我们从集结的角度讲 就是她给了她一个 非常完善的教育 这个教育 我经常开玩笑说 实际上就是皇帝成长速成班 或者是强化班 大家想一想 就是送人宗回答问题的很多的话 后来成为历史上的名言名句的话 那些故事 她像不像台词 像不像教科书般的回答 这个刘太后培养人宗皇帝 是不是一种学院式的培养的方法 你比如说 人宗皇帝回家了 说哎呀 今天渴死了 渴死了 那边说 哎呀 你怎么不要水喝呢 哎呀 不能要啊 我要要的话 你看 管水的这个宫女 她就要造罪了 然后说 哎呀 昨晚饿死了 饿死了 你怎么不叫吃的呢 你想吃什么 昨晚想吃什么 哎呀 我闻到宫墙外的羊肉香 我也很想吃 那你就让大家做呗 哎呀 不行啊 这个祖宗之法当中 晚上没有吃夜宵的 不准吃零食的 那没事你吃吗 哎呀 我一想到 从我开始这个杀一只羊 以后不知道要杀掉多少只羊啊 所以呢 我觉得她这种回答 绝对是教科书式的回答 绝对是符合一个 明君的培养方式 那种科班的培养出来的 非常专业的 我再举几个例子 你想啊 我们大家看看 其实在人中最有名的 一些故事和对话当中啊 主要是两类人 你看一类是剑官 一类是公侣 我们看她对待剑官的态度 这个剑官 不管你说什么 她都表持一个面部的微笑 哎呀 去听你的话 黑眼月色地听你 不管你说什么 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 说这个张贵妃 张贵妃是 任宗非常宠爱的一个妃子 她的父亲呢 很早就去世了 她的大伯 对她很好 她就 老是缠着任宗说 一定要给我大伯分一个官 好任宗就去了 说哎呀 要给张瑶佐分个宣徽室 这个包尘说 她一个大老粗 坚决不行 这个任宗说 哎呀 这个张贵妃 你说 她对我那么好 上次这个发生叛乱的时候 她用身体挡在我的前面 她是为我差点送命的 我难道这点事都办不成吗 这个包尘说 坚决不行 兔沫都喷到了任宗的脸上 任宗后来回去以后 这个张贵妃老远就在宫墙外面看 哎呀 官家怎么样 今天这个事搞定了没有 这个任宗是赶快拿毛巾来 哎呀 你看我脸上都是包枕的吐沫 你不知道现在是包枕当这个建官吗 任宗对待建官态度很好 我觉得就是他这个态度 也是宋朝皇帝培养的一个 非常标准的一个态度 我们大家看 后来你想一想 南宋的宋林宗 宋林宗 他这个人什么长处没有 他就是态度好 不管你这个建官说什么 他就说 好好好 好好好 是是是 包括宋孝宗 他们在对待建官上 都是可以给出教科书式的回答 所以这个刘太后 在教育这个仁宗的时候 他就是说那种教科书式的教育 非常正规的那种教育 你看 结智 放下身段 我觉得宋朝的皇帝都被这个祖宗之法呀 教育得非常好 你想一想 宋朝那么多皇帝 没有几个坏皇帝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 就是说刘太后 他把这个小孩接过来以后 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教育 这个教育如果用四个字总结 就是克己 复礼 克己 克制自己 复礼 非常有礼貌地对待大臣 对待一切人 包括公礼 这个陈颖克说 中华文明 召集于脸颂 他讲的是文明 我们可以说宋代的皇帝 他都是非常文明的皇帝 而这种文明主要是在于他的教育 那么这个刘太后 这么付出 这么努力地去教育人宗 那为什么后来在历史上的名声不好呢 我觉得可以有很多原因去分析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教育 这个角度去分析 大家想象一下 刘太后毕竟不同于李承飞 李承飞 她看这个小孩 是自己身上的一块肉 她的那个眼神满是慈爱 满是灵犀 但是刘太后对她的教育 这个就是皇子 是我大宋的未来 她身上有的是责任 是担当 你将来要对大宋负责任的 所以是责任 她看她的眼神主要是威严 你得怎么做 你得遵守什么规则 刘太后对仁宗是很专制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比如说 仁宗选皇后的时候 一开始 仁宗非常喜欢一个商人的女儿 刘太后说这个不行 你怎么能娶这么低贱的人呢 她怎么能做皇后呢 后来给她指定了郭皇后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包括后来仁宗喜欢的张美人 也都是地位非常低贱的 这个说明什么 这说明第一个就是说 仁宗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 她怕驾驭不住 所以她就喜欢 比她更软弱 更加脆弱的一些女孩子 刘太后在教育她的时候 没有给她很多自信 没有给她很多自主 没有给她很多自立 在后来的人宗的成长过程中 以及在后来人宗做了四十年皇帝当中 她都缺乏主见 缺乏自立 而且她呢 也养成了人宗 历来顺受 就是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们说过皇后 那就过皇后吧 刘太后的这种带有专制的态度 导致了人宗比较脆弱的心理 这种脆弱 或者说呢 由于缺少抹爱 带来的不自信 导致她后来内心啊 有一种忧于不决 忧于不决呢 就是不自信 不自信呢 然后对大臣呢 她在态度上是非常的好 但是是不是非常 真心地信任她们 这个我比较受怀疑 包括她是不是非常信任 刘太后 这个都是一个问题 因为后来 这个刘太后一去世 仁宗立刻就废了 郭皇后 就是把刘太后 强加于她的郭皇后 给废了 理由就是郭皇后 打了她一巴掌 以仁宗的那种宽容 和仁义之心 绝对不仅仅是一巴掌的事 而是对刘太后 长期以来 对她的专制性教育的 一种反叛 宋仁宗时期 人才积极 苏氏曾说 仁宗之事 好为多事 三世子孙 赖以为用 这位知人 善任宽厚仁义的君主 为大宋王朝 延揽了众多名士才子 然而 此时的政坛上 却似乎并未形成 众星拱月的局面 用明末清初 著名思想家 王夫之的话说 此时的宋仁宗 并无定制 诸位大臣的不同意见 往往令他朝令夕改 优柔寡断 敬而使 利无是守 民无是从 那么宋仁宗的 这种执政方式 到底有着哪些深意 他频繁地更换大臣 又是为何呢 这个刘太后 专制性教育 在政治上 对这个仁宗的执政 带来什么影响呢 这个仁宗 你说他是个老好人 但是 我觉得大家可能小看他了 就是他那种 职业式的微笑背后 实际上 他有着非常专业的 治国的手段 你比如说他不信任人 就是说用人不专 就是人宗时代 人才云集 你说这个韩琪 富弊 范中焉 是吧 欧阳修 文艳博 早期的什么 李简 下耸 敌清 等等等等 但是 每一个杰出的人才 他用力都不过两三年 所以呢 这个刘太后 一去世 他自己执掌朝政 三十年 连安府的首领 换了三四十个人 你说如果他真的是 一个老好人的话 他就不会这么平凡地换人 你比如说 对郭皇后 夸 马上就给你废了 在废郭皇后的时候 无数的大臣 都反对 说你这 刚刚执政几天 你就废了皇后 但仁宗说 我意已决 那么仁宗 为什么平凡地换帅 平凡地把这些 连安府的执政 就是宰相和书密使 都换了呢 你比如说 狄青 立了那么大的战功 是吧 他说换了就换了 我觉得刘太后 抚养他 这一二十年当中 刘太后 给他的更多的是原理 但是缺少摩埃 这个有关 而更深层的原因呢 可能还是宋代的 这个祖宗家法 我们看宋史的时候 看宋代那些 笔记小说的时候 经常说还有叫 祖宗家法 还有祖宗心法 就是用人 不能长久地用药 不断地换 我们说过去 赵家是对武将才记 而且他们更深层次的 一种操作 就是宰相 书密使 也让你不长久地在位 三天两头一换 让你不可能形成 自己的党派和集团 不可能让你 威胁到我的权威 和我的统治 别看我在嘻嘻哈哈 但是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从正面的来讲 维护了宋代的长治久安 是吧 他没什么政变 他不像别的朝队 三天两头搞政变 都说宋代极贫极弱 他硬是折腾了 三百一十九年 其他的唐代明代清代 都没三百年 你说起来武功强大是吧 但是没有他枕得长 最长治久安 但是负面作用 也是非常大的 我们大家想象 这个庆立新政 你说范中烟 韩其复辟 欧阳秀 杜燕 这些人多么忠心耿耿的 一代明城 搞一个庆立新政 庆立三年开始搞 啪 到庆立五年 不搞了 为什么不搞了呢 因为有建官 说哎呀 这些人小团体啊 有盆党啊 所以这个是 仁宗统治的一个心法 还有一点 我们大家看 仁宗在他的统治上 最有名的就是 从见如流 建官怎么骂他 什么好色也好 说是无能也好 无事则不忧 有事则大巨 每天无数事事 就是跟功旅玩 怎么骂他的态度都很好 对他建官的态度最好 我觉得这个呢 也是他的统治的一个招数 就是说 从他们祖传的家法 就是建官是个 控制宰相的工具 控制大臣的工具 表面上他是骂你 实际上是为国为民 所以我们看看 范中燕也好 欧阳秀也好 是吧 这个韩琪复璧也好 包括包人 这些建官本身也好 都是被建官干掉的 所以宋仁宗 能够成为 一代明君 然后他的庆历 家幼知智 能够被后代的子孙 就是赵家的这些 后代子孙所推崇 绝对不仅仲是说 宋仁宗是个好好先生 是个好男人 好说话这么简单 他绝对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皇帝 所以有人评价说 宋仁宗北市不会做 唯一会做的就是做官家 就是唯一会做的就是做皇帝 我觉得这个评价非常到位 苏东坡对宋仁宗的评价 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 说天荣玉色 使他长得非常亮 非常帅 然后说人黄情种 说宋仁宗特别多情 情种 这个情种 我们从他对母亲的这个角度 可以看出来 阿姨说找到亲妈妈了 哎呀那样一种冲动 追分母亲为太后 大臣说这太后也太多了吧 太后一般都是这个 先皇分的 怎么你儿子还能给老妈分太后呢 那他不管 情种 我们再看他另外一件 情种的是这个张贵妃 他是最想让张贵妃做皇后的 但是呢 大臣要让郭美人做郭皇后 后来让曹美人做曹皇后 就是不让张贵妃做张皇后 三十一岁 张贵妃就死了 就去世了 这个去世的原因应该说 也是很奇妙 是吧 你这个过于被皇帝宠幸的贵妃 那本身就是很危险的 所以张贵妃去世以后 他非常伤心 然后又做了一件非常出格的事 这个曹皇后还很年轻地活着 活得很好 而且活得很长 他在张贵妃去世 第四天 以迅为不及隐隐之事 宣布封这个张贵妃为皇后 任何人欠都不管 这个也是一个惊骗动地之举 所以我们看苏东坡对仁宗的评价当中 他说他叫秦宗 正是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缺少爱 所以他就特别渴望爱 所以在他爱的人的面前 他愿意付出一切 甚至是江山和名声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 为什么仁宗后来有很多粉丝 他的这样一种人性化的东西 他当然是不发权术 不发那些帝王术 但是他的本色 真正的是这个善良 真诚 真情 所以我们觉得东坡 确确实实 别具直言 这个宋史评价说 宋代皇帝中两个人的评价 最贴切 一个是孝宗 一个是仁宗 我们说仁宗 刚才东坡的解释是 仁皇 秦宗 是说他的真情的一面 我们说固然他学了 很多技术性的统治策略 但是他的内心的真诚 他的真情是存在的 我们不能说 他有这个专业的技术 他就不真诚 我们从他这个真诚来看 我们还可以讲一个故事 当时这个王德勇 就给这个仁宗 送了几个美女 这个见官一听 哇 立刻跳起来了 说你赶快给我送出去 是吧 你怎么能接受一个武将 送的美女呢 这背后有多么违反原则 那个见官好像是 王素 王淡的儿子 仁宗 他说你看看 哎呀 我是真宗的子孙 哎呀 你是王淡的子孙 我们两家都是老熟人的 都是世交了 你看这是能不能通融 我真的喜欢这几个女孩子 这个见官说你再喜欢也不行啊 仁宗说哎呀 我真的是喜欢啊 哎呀 这个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但是呢 我今天就送出去 这个时候见官也不好意思了 你看皇帝都在他面前流泪了 是吧 说哎呀 你要真的是喜欢 你不着急这两天嘛 你就留几天再送嘛 仁宗说不行啊 我如果是真的留几天 我真的我就更舍不得送了 啊 每人给他几版冠 送走吧 所以我们觉得仁宗 这个仁义 这种重情 它是发自内心的 他不像这个 很多朝代是以沙发 是吧 以这个方正的正手 来维持天下的 而不是刘备 刘备他也是以仁义著称 以仁来结交 三人结义 然后来对待天下的人士 三分天下 但是刘备最后 他也冲动了一把 我们说他去发东吴 为关羽报仇 这件事也是很冲动 很多人说刘备是假人假义 其实我觉得这个刘备 如果说他不是有真性情 和真心在 他也不会说为了关羽 去打自己的盟友 不顾江山 就是没有兄弟 没有真情 江山何用 所以呢 我觉得仁宗 它是真正的仁义 虽然有很多非裔 虽然他没有雄才大略 虽然呢 那个时代 也是极贫极弱 但是他知道 老百姓的核心诉求 就是天下太平 过一个太平的安稳的日子 所以他不愿意打仗 不愿意打很多仗 这个大辽国来了 他说要钱 不给钱就打仗 他说哎呀那加钱就加点钱吧 别打仗 涂炭身灵 西夏 本来那些大臣说 那我们现在占上风了 把它灭了吧 仁宗说哎呀算了 人家已经认输了 我们再打仗 我们的老百姓要死 他的老百姓也要死 是吧 所以他是真的仁 仁宗 虽然没有雄才大猎 也没有开疆拓土 但是呢 仁宗还是名副七十的仁义之宗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